你知道文化公益组织如何透过艺术活动 促进青年及黄金人口发挥创意及活力吗 为了鼓励进阶社区协助更多出阶社区参与社造工作 文化部提出社造创新活力网络计划 透过社区组织彼此串联发挥母鸡带小鸡效应 最主要是我们希望青年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或者是带着他放逸回去 所以我们现在有83个青年的团队在做 刚好也就是跟我们这位老师社区的前辈共同合作 黄金人口当然就是说让这些退休的 像各位在座的这些西团郎 我们一起来那么一起做 现在我们今年开始就是下一个 那么设造30年设造甚至50年了 我们就希望做一种跨域的整合 这次活动来自全台11个活力社区平台 其中北部有台湾城乡特色发展协会 提出金瓜石矿业区域活化 维护属于在地人的矿区记忆 中部台湾社区培力学会则提出青年换工 引导青年社群投入设造工作 南部嘉义县顶菜园发展协会 培养农村文化传承生力军 重建在地文化 东部百米社区发展协会 推动社区目击产业创新 为社区注入新生命 设造创新活力网络计划成果展 从9月10日至13日 在台北车站多功能展演区 展出动静态的展览及活动 让往返车站的旅客 体验属于在地的创新与丰沛的能量 文化部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